据中国地震台网消息 北京时间8月12号下午的6点47分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于田县 北纬35.9度 东京82.5度 发生6.2级地震 支援深度是30公里 过了两分钟 于田县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改泽县交界 发生4.8级地震 深度9公里 而在6点53分 于田又发生了3.0级地震 目前当地已经启动地震灾害应急救援